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年后 欧洲报告了第一例梅毒病例 一些专家据此推测 探险家和他的水手可能携带了这种高度传染性的性传播疾病 将它从新大陆传播到了旧大陆 考古学家则说 他们在东伦敦发现了一些骨骼 表明早在哥伦布墙之前 这种疾病就已经存在于欧洲了 历史上受梅毒感染的知名人士就有很多 包括一些著名的作家 画家和作曲家 比如杨纸球 项链等短篇小说的作者 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父的莫伯桑 还有像吹短篇的男孩和草地上的午餐的作者马奈 在欧洲 梅毒在意大利和德国被称为法国病 在法国被称为意大利病 荷兰人则称之为西班牙病 俄罗斯人则称之为波兰病 土耳其人把它叫做基督教病或弗兰克病 法属 波里尼西亚的塔西提人称之为英国病 这些国家的名字是由于这种疾病 经常出现在入侵的军队或海上船员中 因为他们以巨女发生未保护性的性接触 这其中很有趣的现象是侵略者是以被侵略的国家命名的 反之也是这样 梅毒的病原体是苍白密螺旋体 也称之为梅毒螺旋体 人体是梅毒螺旋体的唯一自然宿主 通过性接触感染 也可在子宫内或分娩期间传播给胎儿或新生儿 采用青霉素作为梅毒治疗的主要药物后 新发梅毒病例的数量逐渐减少 上世纪80年代末 早期梅毒病例的发病率大幅上升 主要与可卡因的使用有关 改进的检测方法有助于控制梅毒流行 早发现 早治疗 预后缴好 下面我们介绍梅毒螺旋体的生物学性状 梅毒螺旋体的形态与染色 梅毒螺旋体是直径大约是0.1到0.2微米 长度是6到15微米的螺旋体 有8到14个细致而规则的小螺旋 两端兼直 由于有内生边毛 活动非常活泼 格兰染色为阴性 但不容易着色 经常用Fortina镀影染色法 可以看到棕色的杆菌 图中所视为 影染电子显微镜和暗视野下的 梅毒螺旋体的形态 辅于梅毒螺旋体运动特性的是 内生边毛和外生边毛 附着于菌体表面不同 内生边毛位于细菌的外膜与细胞膜之间 边毛的数量不等 下图是螺旋体横断面 以及螺旋体纵切面 示意图所视的边毛的位置 梅毒螺旋体不能在无活细胞的人工培养基当中生长繁殖 在家兔上皮的细胞当中培养 生长也非常缓慢 对梅毒螺旋体基因组的序列分析发现 梅毒螺旋体的DNA复制、转录、翻移和修复基因系统完整 但代谢和生物合成基因严重不足 可识别的转运蛋白数量较少 未发现磷酸西纯丙铜酸、磷酸转移酶系统 可以用于碳水化合物的输入 这可能是造成梅毒螺旋体不能在培养基当中生长的原因 梅毒螺旋体的抵抗力极弱 对温度、干燥特别敏感 对常用化学消毒剂也是非常敏感的 有1%到2%的石碳酸在几分钟之后就可以死亡 对青霉素、四环素、红霉素和生质剂都敏感 梅毒螺旋体的致病物质包括夹膜样的物质 比如菌体表面的黏多糖和唾液酸有免疫抑制作用 黏肤因子主要是外膜蛋白有黏肤作用 清晰性的梅包括透明脂酸和黏多糖梅有利于细菌的扩散 梅毒螺旋体所导致的疾病是梅毒 人类是梅毒的唯一传染源 成人通过性接触传播导致获得性或后天性梅毒 母体通过胎盘传播给胎儿导致先天性梅毒 梅毒螺旋体感染人体 诱导的免疫反应是传染性免疫 也就是有菌性免疫 在抑感的患者对再感染有免疫力 一旦体内梅毒螺旋体消失 免疫力也随之消失 细胞免疫比体液免疫的保护作用更重要 获得性梅毒在临床上可以被分为三期 一期梅毒感染性强、破坏性小 发生于感染后三周左右 局部出现无痛性硬下肝 多见于外生殖器 一般四到八周后可以自愈 二期梅毒感染性强、破坏性小 发生于硬下肝出现后的两到八周 苍白亚种螺旋体血症 全身皮肤黏膜常有梅毒疹 全身淋巴结肿大 有时也可以累积骨、关节、眼和其他脏器 三期梅毒也叫晚期梅毒 感染性小、破坏性大 发生于感染两年以后 有的也可以长达十到十五年 病变可以波及全身组织和器官 基本损害为慢性肉芽种 局部组织坏死 损伤、肠进展和消退交替出现 皮肤、肝、皮和骨骼 常被累积、可危及生命 如土所示为梅毒临床分期的发展 在临床上表现为发作、潜伏、再发作、交替出现的现象 一期梅毒发生在阴静、阴道或肛门周围 或者在直肠、嘴唇或口腔的硬下肝 硬下肝是单发生于阴静、阴道或肛门周围的无痛无痒、圆形或椭圆形 边界清晰的溃疡是一期梅毒最典型的表现 硬下肝的溃疡分泌物理有大量的梅毒螺旋体 它是传染性非常强的 二期梅毒出现于手掌、面部及全身 我们叫做梅毒枕 图中所示的是晚期梅毒 表现的梅毒瘤 先天性梅毒也叫胎传梅毒 发生于妊娠四个月之后 可以引起胎儿的先天性感染 导致流产、早产或者死胎以及出生缺陷 图中所示的是先天性梅毒表现的马鞍鼻 还有Hutchinson 另外还可以表现出粘液斑和额穿孔等异常和缺陷 梅毒的维生物学检查方法 一期梅毒所用的临床标本取硬下肝肾出液 二期梅毒标本取梅毒枕肾出液或局部淋巴结抽出液 显微镜检查映然可见神经组织当中的螺旋体 关于血清血检查 梅毒初筛可用非梅毒螺旋体抗原试验 梅毒螺旋体抗原试验用于确诊梅毒 关于梅毒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